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这个餐饮业才刚刚解封了 生意才稍微好一点 传出这个非洲猪瘟 这个走私猪肉 验出非洲猪瘟的案件 这个事情很离谱 这个检调调查 这业者负责人就是一对母女 他们长期向越南订购进口猪肉制品 在转计下游包括食品厂小吃店 你知道总计 他的配发清单有1300个的点 1300个遍及全台 恐怕他那个下游配发点 这些什么加工厂 什么商品可能流入市面都有可能 而且他是这个 空运进来 为什么航空站的X光机没有检验出这个走私的肉品 这也是很离谱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次的事件之所以被发现了 是因为警察去查那个走私烟品 这个意外的发现了走私肉品 然后才发现了 妈呀如果不是警察去查这个烟品的话 没发现大家都吃下肚了 1300个多点 这是遍及全台 真的是太扯了 太扯了 居然可以跟越南进口这种走私猪肉 清隆你能想象吗 我才没办法想象会有这种事情 他说这个他们是怎么讲 他说这一个妇女 这一对母女 他们进口之后集中在新装仓库 再配发1300个地方 包括什么加工厂小吃店 还有帮民众代购 还有民众代购 这个我不敢想象 最近这一周好像谈到走私还蛮敏感的 除了猫命的走私 还有这个猪肉的走私 我觉得猫命的走私也蛮要求的 蛮难过的发展 但是我觉得走私这件事 一百多只都要扑杀 生命就这样子 我自己有养两只猫命 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是还蛮难过的 但是为什么会走私 其实一定是有利益 有利可图 有利可图 所以如果要 应该说在市场中 其实杀赔钱的生意没人做 但是杀同的生意 永远有人要做 那要能够喝止这种走私的 一定要重罚 那如果没有重罚 其实很多的犯罪 是没有办法喝止的 像我觉得这段时间 其实也蛮明显的 其实台湾应该 沐滑哥应该也有收到 收到深受其害 其实就是很多的网路的诈骗 会利用名人 然后来 你也有吗 当然有 你被多少人搞 太多了 我是每天被搞 搞到我已经 那个什么LINE 然后Telegram Telegram 还有脸书 我每天被搞 每天都有人来问我说 这个是你吗 这是你发的讯息吗 我真的是已经快疯掉了 而且好像台湾在这一块的防治上 警察在侦办上 其实好像有点束手无策 真的是束手无策 可能他们居然在国外 对 像我家人其实是在警察的这边工作 然后有稍微问了一下他们 就是对于这种诈骗的 尤其像现在这种金融 也算是金融诈骗 都利用什么港股 美股 或者是成立一些 莫名其妙的这些群组 然后去吸引人家 然后这样子的方式 有没有办法防治 然后其实我们的警政单位 其实还蛮无奈的 只要对方可能在国外 可能就真的就会无疾而中了 所以就变成 大家必须得真的要好小心 以前那个电话诈骗 他们也把机房设在国外 后来是有配个国际警察 去破获他们 难道有这种不能吗 现在又有疫情吗 要疫情再破 我觉得重点破获之后 后面也没有办法 有适当的这种罪责 让他们下次不敢再犯 这个才是关键 那因为我们台湾 对于经济犯罪 其实是比较宽容一点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就真的是不胜其劳 那走势也是一样 我讲一个实际案例 我一个亲戚 他被那个电话诈骗 骗了50万 他接到一通电话 他说我是二嫂 我被绑了 我要50万 你赶快回给我 我那个亲戚就真的 汇了50万去账户 后来才知道是一个电话诈骗 结果那个诈骗集团 车手跟主谋被警察抓到了 结果他们就出庭 你知道那个车手是一个年轻人 他爸爸出车祸 所以他为了生家计 所以他就去当车手 真正的主谋 真正的主谋 你知道法官判他五个月而已 还缓刑 然后那个主谋还讲说 就是出庭的时候 跟那个律师 还带两个律师来 说那个一副就说 你判吧 我跟无所谓 就这样子 主谋判五个月 还可以缓刑 然后那个车手呢 他妈妈跟我那个亲戚 当场下跪 说原谅他儿子 不要告他说 民事和解 把这个 就是他们要赔一半 他们被诈骗的钱 就50万嘛 换取一个比较罪 对比较轻的罪 然后呢 就是说这个民事和解 就他妈妈拿20万 赔给我亲戚是这样 那我亲戚就 还是损失30万啊 就是说 整个诈骗案就是这样子 不了了之啊 对啊 所以这个 而且他们 他们很厉害啊 你知道他们 这个车手拿了钱之后 他们都怎么样 你知道 他们找那个 百货公司的 这个抽水马桶 就是百货公司 不是有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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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厕所吗 那个抽水马桶 他们都把那个钱 丢在那个 马桶盖里面 然后再找人去取 对对对对 那个主谋 就是去取钱的 就是说车手钱 ATM领了嘛 对不对 他领了这个钱 转手好几次 让人家警察 比较难去吹气 没有 他们车手去 ATM拿了钱之后 他把这个钱呢 就丢到那个 百货公司的 那个 马桶啊 就是说 他们有约好 哪个百货公司 我不知道是 哪个百货公司啦 我轻易跟我讲 那丢在那个 马桶里面 就是那个 抽水马桶的 抽水箱里面 然后那个 主谋再去拿钱 你说这样子 所以最后 主谋是五个月嘛 对 不要去百货公司 寻了啦 我们听都没有 在网站说 还要去百货公司 寻 你也太妙了 就真正犯罪的人 他可能阻谋 他的罪责是很 其实就像这一次 那个猫咪的安乐死嘛 他觉得应该安乐死的是 那个走私猫咪的人 怎么最后是猫咪被安乐死的 那个船长 我看他也头大 对啊 就 台湾都是这样子啦 其实 你要 所有的都是一样 只要有利可图 其实 即使他是犯罪的 都 都有人会去做 就像是赌票市场也是一样 大家别干这种事啦 这个是缺德的事 我们就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还要讲大盘嘛 对不对 我们要讲股市嘛 这个 但大家千万记得 我跟庆龙都没有那个line 也没有telegram跟脸书 都没有 大家再次跟各位报告 可是我们节目 因为很多可能中南部 他们不知道 请大家好友 大家告诉大家吧 那今天反弹嘛 你怎么看这个行情呢 因为你今天的标题叫做 不要忘记这个主人与狗的故事 这个你是要告诉大家什么呢 好 首先先来讲 就是在上一周啦 其实台股的市场的氛围 是相对的恐怖 因为大家如果从技术分析来看的话 台股不只跌破了月线 跌破了生命线的季线 跌破了半年线 甚至还跌破了 麦当劳摁头的锦线 哇吓死一堆人 对 那在市场这么比较 悲观的一个情况之下 今天出现了一个 报复性的反弹 整个盘中涨了400多点 中场也上涨了399点 那这几天的发展啊 其实我就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啊 其实我上个礼拜 开始买股票 就是开始等待这个 应该说等待到很多的好的公司 股价跌到了相对的便宜的价格 所以我就开始进场的去承接了一些标的 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概念啊 就是这个概念是什么 就是当尤其我们现在市场中啊 其实还蛮多人 其实都是用一些技术分析去辅助你去判断 看行情的一个波动 那其实我觉得当然技术分析有它的一个可参考的依据 但是很多时候技术分析 它在行情一些重要的转折的时候 它可能会让投资人最后陷入到所谓追高杀低的困境中 那我觉得大家反而不用去观察这个 我记得我们在我们的节目中 其实在快一个月前就告诉大家 台股的台风要来了 对我们当时是从那个美国公债殖利率 突然出现了一个飙升的一个状态 去不是飙升 出现了一个持续走跌 那公债价格持续走升 当时就看到了市场的这种避风 资金转往到避风港的需求是快速的上升 那通常公债价格快速的上涨 代表的市场认为 接下来可能市场有一些台风要来了 所以他们必须得把资金 parking在比较安全的避风港 所以公债就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去处 那当然其实股票它是高风险的资产 所以它的波动就会出现比较加剧的状态 但是这波的台股 其实一直从一万八千多点 然后回跌到万七之下的时候 其实在万七万八的时候 其实我当时是用台股已经上涨到乱七八糟的来形容 就是那个乱七八 就是用万嘛 万七八 之前大家都很喜欢找顺口六 比如说什么万无一失啊 万六大顺 来到万七万八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的感受是乱七八糟 因为很多投机的氛围是非常的很明显 那市场这么投机的情况之下 其实常常会有一些回档的一些风险啊 但是这个回档的风险在一路的下修了一千多点下来之后 其实到了这里 其实就不用太过度的悲观 你反而不需要再去看 看这个所谓的破线的这个压力 因为其实大家要记住一句话 只要你能够确认一家公司的基本面很好 它是一家好公司 它破了所有的线都是它最佳的买点 最好月线季线半线年线全部都破掉 最好它所有的什么摁头全部都破光光 对啊通常都是它绝佳的买点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有这个这个的逻辑 跟这个的操作的依据 就是我们股票赚钱要能够获利 其实重点在于买低卖高 什么时候会低 股价在跌的时候才会低 什么时候会高 股价在涨的时候才会高 所以正确的投资的节奏就是 先前七月份六月份股价在涨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你要调节获利了结的时候 那反而现在 尤其我们看到这波台股价一路的下沙过程中 虽然说我先休息一下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无发 我是阮木花 好那 就你刚刚讲了说这一波 你已经这个觉得 它的底部已经浮现了是吗 其实大盘的底部有没有浮现 其实我还没有蛮明确的证据 但是我看到确实有蛮多的个股 它其实股价确实已经跌到了 我们财报分析所计算的这个便宜的价格 所以我当然 其实像我上周在买的时候 我其实完全没有犹豫 我完全就看到股价跌到便宜价 我才不管大盘未来会怎么走 反正这家公司它已经跌到了便宜价 我就该买进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 我觉得有些时候大家太关注大盘的走势的时候 大盘的关注要在刚开始发生转折的时候 那个时候来关注才是对的 因为那时候你可以适时的去提高现金的比重 去因应接下来股价下跌这个压力 但是已经跌了这么多 像我们上个礼拜之前 台股有连续10天都出现开高走低的黑K胖 每天就可以跌跌跌跌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再来调节股票 你再来不敢买股票 那就怪怪的所以其实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再度的告诉我们 其实股票要赚钱就是买低卖高 就是股票在跌的时候才会有低点 让你进场去买 但是买的时候大家很怕买到地雷股 或是买到可能会未来持续的走跌 尤其在股票在下跌的时候 一定会有很多人讲说 可能这波会下修到16000 甚至还15000 甚至还14000 这种论点一定会出来 但是我觉得你只要关注到你所投资的企业 它到底是不是掉到便宜的价格 那只要是 那你就勇敢的进场去承接 你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好的公司 其实它就能创造好的获利 那另外我要跟大家讲 就今天的主题叫主人与小狗 这跟猫咪没有关系 这刚好是我看到了这段时间行情的波动的时候 让我想到欧洲股神 科斯团安尼他所提到的 他终其一生他观察到 其实 市场行情投资人的这种对股票的看待 你必须得去重新的调整 所以他提出一个叫六狗理论 所谓的六狗理论 他认为股价就是小狗 基本面跟企业价值其实就是主人 那主人会带小狗到外面去溜达 那有时候小狗会到处跑来跑去 但是他不管跑多远或是跑多后面 他最后一定会回到主人的身上 所以如果小狗他最后一定会回到主人的身上 其实我们以聪明的投资人 或者是理性的投资人来讲 我们的研究的重心应该就是 放在基本面跟企业价值的平洋上 而不是去研究小狗的动向 那我觉得最近我看到很多的投资人 像我们先前涨到乱七 我有什么形容叫乱七八糟行情 就是因为我发现太多的投资人 把股票当做赌博的市场 当做投机的市场 大家都在研究小狗的动向 就是研究小狗每一条往哪里跑 然后从小狗的动向中 希望能够找到他可能下一步 可能会往哪里走的一个迹象 那研究小狗的动向 其实也可以赚钱 但是我觉得困难度其实很高 那为什么你不如把你的研究中心 就放在企业价值上 也基本面上 其实你就可以在行情的波动中 让你有那个信心 那谈到基本面 或者是整个企业价值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我对行情 并没有到这么悲观的理由 是因为其实台湾整体的基本面 其实是相对较好的 尤其我们看到整个半导体产业 虽然最近有一些波澜 或者最近有一些疑虑 像可能外资像摩克斯丹利 他提出的报告 上个礼拜提出的报告 把台积电的目标价 可能只掉到只在580 但是同一天也有另外一家外资报告 把台积电目标拉到900块 所以变成现在的半导体 有所谓的多空分杂的一个状态 但是这些多空分杂的状态 其实它都没有改变 我们认为接下来这几年 其实半导体它的龙景 其实还是相对的较乐观 尤其像主技术把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 调高到5%以上 关键其实就是在于台湾的半导体的 这个成长的力道是非常的强劲 而且未来这几年还会有这样子的龙景 所以我觉得当你如果你能够确认 就是整个的台湾的 这些以半导体产业为核心的这些企业 未来的获利都还能够持续的走升的情况之下 让任何股价的回档修正 其实都是提供你买低的契机 那今天台湾有反弹吗 不过台湾反弹上来还在560几块 你觉得什么样的股票跟族群 让你上个礼拜义无反顾的进场呢 就半导体 就是半导体产业 哪一些半导体的 就半导体的产业 其实我长期以来就是追踪的 就是最上游就是矽晶圆 矽晶圆这一块 矽晶圆像中美环球晶这一个 然后后来下游之后就晶圆代工 像台积电连电 然后之后就往封装测试 封装测试就像历程超峰 晶圆电子这些公司 还有日月光控股 然后还有最 应该说整个产业的 最也许是最上游吧 半导体设备这块族群 其实都是 那我重新回来 我最近有看到像 比如说台积电好了 台积电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观察到 其实它在这一波 在上涨的过程中 其实它今年最高曾经来到679元 在涨到679元的时候 它为什么会涨不上去 一部分是因为它已经反映了 它今年该有的获利表现 那另外一方面 其实短线它的涨幅也很大 因为台积电的股价是从 去年的200多块 然后一路的涨到600多块 短短的一年内就涨了两倍上去 所以涨这么大的情况之下 它需要休息 在休息的过程中 它一直都在大概600多块 荡来荡去 然后一直随着在这段时间 好像大家对于台股的 这个空方的忧心变高了 所以它的股价就开始往下杀 在下杀的过程中 台积电在8月20号的时候 曾经一度跌到 快跌到年限位置 这是过去就从来不会看到的 就是它的年限位置 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8月20号的时候 大约是在550块 但台积电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曾经跌到551块 年限位置 都通常其实我们在看 它ADR都破年限了 ADR破年限是因为 它的整个溢价 其实还有很大 但是我觉得台积电这档股票 你常去追踪 其实一家公司 它在走大多头的公司 如果它的股价回跌到年限的位置的时候 那个常常都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我觉得真的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所以我觉得今天台积电会出现反弹 其实我觉得不意外 因为它在这个年限应该会有很大的支撑 另外一部分 台积电当然它 以它今年的获利来看的话 今年这个台积电获利 我在木华哥今年年初的节目中 就已经跟大家报告了 我当时的预估大概就是23.3 是它今年的获利的表现 那23.3的获利乘上27倍 它27倍是台积电合理的本益比 所以23.3乘以27 629是台积电今年获利该有的股价的表现 所以涨到629很合理 然后29倍 29倍大概是23.3乘上29倍 大概就落在这波台积电的高点那个位置 所以它涨到昂贵价涨不上去很合理 但是台积电它便宜的本益比大概是23倍 所以23.3乘上23倍 就大概536 大概就是台积电便宜的价格 就是以今年的获利 所以其实今年5月份的时候 台积电曾经有跌到这个便宜 5月份的时候跌到这个便宜的价格之下 所以一般来讲 其实我们在看这种好股票 在急跌的过程中 什么时候你 如果你能够确认它的基本面是好的 那我觉得我都愿意把它积极的买进 积极的去提高持股 但是有三个主要判断的依据 第一个就是它的股价 跌到财报分析所计算出来的好价格 就像我刚才在讲台积电 好价格 它便宜的价格 今年获利就是536这个价格 所以你就平常的时间就等待 很多时候报酬是等待出来的 你就好的价格等在那边 跌下来的时候你就进场去买 那平常的时间你就看看就好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如果是多头的股票 就是跌到了年限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 可以切入的时机点 那台积电的年限 在上礼拜五是550 那它跌到551 这个时候应该也形成了年限共识 很多人就会在这个地方开始觉得会进场 因为台积电这个价格其实以明年的获利来看 真的是蛮便宜的一个价格 那还有第三个 我刚才讲了已经两个 一个是股价跌到财报分析所计算的便宜的好价格 我要跟大家讲 所有的股票都可以用财报分析计算出它便宜的价格 合理的价格跟昂贵的价格 这有机会再跟大家来分析 那第二个就是多头的股票 你只要能够确认它多头的走势是确认的 那它哪一天莫名其妙可能系统性风险或者是大家 对它失去了耐心 有可能台积电有可能被人家失去了耐心 然后跌到的年限 那个常常也都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那第三个 第三个也是我常常在用的 就是好股票急跌的时候 当它股价重新站回了开始上弯的五日均线 那记住哦 开始上弯的五日均线 如果它的五日均线还是下弯 那基本上你就还不需要太早的去切入 但是一旦它股价已经开始站上了 开始上弯的五日均线的时候 不要管大盘会不会跌 也不要去预设大盘会不会跌 大盘会不会跌 有些时候真的是事事难料 像今天会不会涨400 盘中会涨400的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 我上个礼拜看到很多的好公司 已经跌到了便宜的价格 而且有些公司已经跌到 股价已经开始站回了上弯的五日均线的时候 那就不要去考虑大盘了 你就勇敢的进场 就能创造出好的绩效表现 好 以上相关的思考逻辑 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参考 其实股票投资 不管任何投资 其实在思考面上面 希望大家也都能培养更多的 这种逻辑推演的能力 建立一套自己的心法 我觉得也很重要 那我们节目也会持续把各种好的观点 各方面的想法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参考 谢谢现场的朋友在收看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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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